欢迎霍函 大家好 我是霍函 今天题目叫笑是生活的解药 就是喜剧节目总很喜欢搞这种题目嘛 就是夸大笑的作用嘛 就是笑可以治病 笑可以解忧愁 其实就是来骗你们看这种节目的 你们想想看 为什么这个节目 我们放在每周日晚上的八点钟播出 就你再不笑来不及了 工作了 我真的来不及了 我真的比赛比到这个时候 真的已经淡尽良久了 三天之前 比赛三天前 我这稿子还一塌糊涂 傍晚的时候 我跟我爸发微信 我爸我真写不出来了 把我洗的老马洗澡 发给他了 我爸都没说安慰我一下 他回来我 他说我在外面应酬 等我回去我给你写一篇 我都没当回事 晚上十一点多钟 发了我一个 两千多字的稿子发过来 我特别感动 我说我在节目里面 这么吐槽我爸妈 我还给我写稿子 我说难道这就是 亲情的力量吗 结果一看那个稿子 是我爸吐槽我爷爷的 这都不是亲情的力量 这是喜剧的力量 我给你们讲一小道 我爸写的我不敢全讲 是因为我爸还想拿剩下的部分 参加明年的特务小大会 人家听我说啊 他小的时候条件差 在农村 家里非常艰苦嘛 偶尔能吃一顿鸡蛋酱 我奶奶特别节约 做鸡蛋酱不舍得放鸡蛋 吃饭的时候 我端上来之后 我爷爷就翻了翻 那个鸡蛋酱 就嘲讽他嘛 说你这鸡蛋酱做麻烦了 我奶奶说怎么说呢 他说你就应该往咱家 那个大酱缸里面打一个鸡蛋 咱们天天吃鸡蛋酱 这就是我爸的段子 反正也不打地 好的话剩下我就都用了嘛 对吧 我又不傻 但问题就是 我爸给了我这个素材 段子不关键 主要是我给了我这个素材嘛 旁边脱口秀员 看着我了这个素材 都特别嫉妒对吧 他觉得脱口秀比到最后 居然还要拼爹 我真的是 而且我爸这个段子 其实越看越好 就我甚至看到了讽刺 我就觉得我爸 就是拿了那个稿子之后 就觉得 哎 你这稿子写的 怎么跟你奶奶 做的鸡蛋酱似的呢 说个脱口秀 怎么不舍得放梗啊 你这脱口秀都写麻烦了 你就找本字典 往里扔一个梗 天天能说脱口秀的 但说实话 这事我真的很感动 就是祖辈父辈 生活这么不容易 我爷爷鸡蛋都搞不到 还不忘记搞笑 这是多大的乐观 对吧 真的 我再给你们讲 我另外一个小事情 我小的时候在东北 我爸有一次来了 一个英国的客户 然后随便吃了两顿饭之后 然后英国人就飘了 觉得说哎呀 就中国的酒也不好喝 中国人也不能喝 我这两天都没喝多 我爸觉得 这么合理的诉求 应该得到满足 就去跟他喝 零行前还问我 说就咱们东北那些 喝酒的那些 这照口令让什么 感情深 一口闷 感情浅 就舔一舔 感情厚 喝不够 感情铁 喝吐血 用英语咋说呀 我哪会 我说就是那个 Don't worry Be happy 然后直接去了 真的那天就喝到位了 直接把老外喝进了ICU 都不是我爸的问题 是因为我爸去了之后 老外光光喝 我爸只是陪着 我爸还劝的是 你多吃点菜 我爸也不会说 我爸只跟他说 Don't worry Be happy 那老外真的是越喝越happy吗 真的是 最后我觉得送到了医院之后 我觉得医生看见 这么一个昏过去的英国人 都嘀咕 你知道这么大个英国人 用现代话 就说几个菜 喝成这样 醒了之后 不好意思 我跟我爸第一时间 去医院看他 见到我爸第一句话 就是Oh my God 我还跟我爸反应 一会儿他说 我的神啊 我爸说 哎呀啥什么神的 叫哥就行 说实话 我爸那两天 看似云难风情 其实挺紧张啊 他偷偷买了一本国际法 看看会 会不会产生一些国际纠纷 说实话 他担心不多余嘛 人家来谈生意的 结果差点 永远地扎根在这片土地上 你们轻则不合作 重则起诉 你都不为过嘛 结果英国人特别通行 大家就说没事 都是我自己要喝的 我成年人 我为自己成年人负责 然后我们真不好意思 跟人道歉 哎真不好意思 我们最后为了确保 他接受了我们的道歉 还拉着他喝了一顿道歉酒 真的 这次吸取的教训 特意换了 懂生活跟快乐的 老村长酒 喝到那叫一个开心 他问我啥叫 懂生活跟快乐啊 我说就是 Don't worry be happy啊 我今天这段 差不多到这就结束了 很多人觉得说 哎怎么没有说什么道理 这期没有道理 就是两个快乐的小故事 既然听这么多道理 都过不好这一声 还不如笑着就来过这一声 对吧 谢谢大家 我会来谢谢 谢谢 大家 fields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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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